用術素調味 加鹹加辣 帶給你原汁完美 Hello 歡迎收看原汁完美 今次有我Terry 天狗 上次因為特別節目 我們 skip 了之後的新潮 今天當然再重複 今次就講到六十生肖區的套 我倒回某木 簡單來說 某木套 有什麼性格 套者比較仁慈 機靈性比較高 比較聰明敏捷 不過自我中心也比較重 而且會比較一意孤行 那屬套 不成高 不成 是 都幾 那你弄套三分 不成會比較高 那它是狡惑 對 不成是狡惑方面 哈哈哈哈 那你想些字 我終於知道 就正面 怎麼出估 然後呢 好了 那屬套都依舊 早上五萬三間的人出生 早上凌晨到早上八點鐘 那他們就叫戰豬的分類 那文明就叫做 那性格就比較踏實 比較有骨氣 喜歡做獨行俠 讀獨王 就不喜歡受驅促 和尋規導矩 即是喜歡走正面 那凡事只是求安心 由於個性保守 所以性格上會比較消極固執 和比較壓抑 即是縮骨 縮骨 又要威又要大腿 哈哈哈哈 那到下午 八點到四 即是早上八點到下午四點 應該是時間了 那便 就叫兔仔 那真的會比較靈敏 比較浪漫多情 那可能因為下午五火有關係 那陀佛會比較重 那警覺性都比較高 有識時務 有合群聰明 活潑 但是一生的花 桃花比較多 風流會比較容易 風波比較多 那經常犯少因 和比較用途比現實 即是要溝的話 就要溝這個笑 溝點下午一點 浪漫多情 還有用桃花 容易溝點 那至於夜晚 即是下午四點 到大早凌晨十點的情況 它是叫六鶴 那也叫鶴 即是類似果子尼 性格比較善良 Raccoon Raccoon 比較和善 比較有耐性 比較熱耐順 有些M-type 然後比較手信 哈哈哈哈 真的 還有比較深謀怨內 小心 處事就過於迂迴 但又不會拒絕別人 別人說什麼就說什麼 就是比較陽奉陰謂 以及比較缺乏恆心 這些東西 非常之盡 很有興奮 有經驗 感情方面 不論男女屬套 感情會比較豐富 但不過比較消極的行為方面 而在婚姻上面 非常之小心 但是 即處事 選擇婚姻的時候 會比較謹慎 小心 即都是一些想太多的類 會比較慢 又不算想太多 它想它 又不算去到水蟲 那種想法 是純粹去挑剔 會比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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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感情上面 就像風一樣 你便來走 走 那屬套的男性 愛情官永遠 都是比較新潮派的東西 不乏雷性追求者 什麼叫新潮派 所以想法比較新 可能做事會比較作風 比較膽大 走前衛一點 就是跳 可能人家沒有想到 你試試一條套 然後要跟我做朋友 然後才交給他 可能一天就跳下去了 但是又不喜歡受驅促的 那男性套 始終是你走出一套 那女性套來說 我給他一小便宜 還可以收 還可以收 還可以加一套 還可以加一套 那本來是用來煮的 那些用來養 不快樂 那女性套會比較有原則 那套人來說 只要 自己意願滿足 其實某程度上 因為自己意願被束綁 就是被自己的欲望綑綁著 嗯 也有這個 那整體上 屬套的人 就是有一點點 過份幻想 算是過份幻想 雙如座 那些 對 類似的 那雙如座 應該會被抓 這些 這些雙蟲打擊 嚴重 那整體上 它有什麼 有虛榮心 剛才說過 就因為要滿足自己的慾望 所以虛榮心會比較濃 貪圖安逸 容易急躁 因為套錢是比較靈敏性 又不好等得的東西 最主要是容易合火 對 還有狡猾 剛才我說的 狡猾三筆 那男的母主見女的 脾氣差 這些東西 很怪人 天生 那優點上面 這些屬套 會有比較溫柔 善倫樂觀 和感情比較厲害 精靈活潑 都會看得到他人 那氣質會比較高壓 思維會比較厲害 可以 容忍力會比較高壓力 應該說 不太喜歡跟人說 MT MT 這是優點上的MT 就是內力型 內力型 至於每個月 不同的五行方面 例如春天出生 木措那些 人某兩個 即二三月的時候出生 或者八字上面 出現水生木的情況 人會比較好些 那些大哥容易招惹是非 為甚麼呢 子某型 子某型 他這個反而下水重 因為你某 太好了 你太有仁慈 容易被人欺負 善良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就 善良不是一件好事 你再加上春天木重了 你過於善良 苦人之仁 苦人之仁的情況 就容易招惹是非 即是不關利是利 都要管那些 爛桃花而已 這個所謂的 招惹是非 那你這些爛桃花 招惹是非 譬如 一個不幸 你弄到你分的金色 好一點 它全都在茅木上 是呀 然後到火重 譬如 漸兩月 或是五六月的時候 生力 或者八字上面 有木生火的情況 那這些人通常 比較文雅多才 人員會比較好些 做事比較容易成功 因為他們虧了一些木器 火種行動力相對性 比較高些 這些比較好些的肚 那至於肚重 即是神出醜尾四個月 大概是這些 生力的一月左右 然後三次月 然後就是七八月左右 然後就到九十月中間位置 或者八字出現火生肚 通常這些都比較貪同安定 不幸好鬥爭 因為木肚重 懶得肉 已經 虧了一些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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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虧了一些土重 因為你肚子只有一個木 受困 至於到之後 金蟲 即是大概生力 大概八月到九月左右 或者八字上面 才是土生金的情況 這些人反應比較敏捷 容易見風洗脫 即是牆頭草兩面 所以你肚子也是這些 只能逃跑不能攻擊的生物 逃跑不能被人吃 對 所以要夠奸 夠奸 要多畫幾個洞 穿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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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然哪來搞到三個洞 你叫三個洞 那我就不知道 看他喜歡掘哪三個洞 至於落到當天水重 害子兩個月 即是金生水情況 比較機智 拍力不足 大概有些 是做不到大老闆 亦都回到剛才提到的 紫茅雙營的情況 為什麼呢 因為紫茅雙營沒有禮 之前會以下犯上情況 所以 聰明就聰明 嘴賤 嘴賤 你有時做大老闆嘴賤 但他又不是故意的 他先生就是不故意 不故意 尿到你 這樣 但領落 很容易得罪人 所以很難做到大老闆 對 下面得罪一些 得罪一些 手下都不是好 所以通常熟套 如果做冬天出生 應該是做一些 應聲蟲 或者越新強的話 就做一些努力一點 努力一點 不要太多話說 紫茅本身的性格 像是做一些拆鞋子 因為是搞兔 搞兔 剛才說了 又比較喜歡健鋒洗堂 威蕭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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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威蕭寶 還說那個月份出生 對 去到說 又有什麼 桃花鳳波多 桃花鳳波多 然後搞到有三筆 要不然他怎樣 可以去救他 對 奧拜和這個 拉王的心情 像我中心不易孤行 皇帝都控制他 沒有辦法 尤其是冬天套 這是特別注意出生的人 如果特別是冬天套 冬天熟套的人 會比較兇 罵人 真的可能會拿一把刀斬人 而夏天出生的套 只是用只有一個說的字 我覺得會 紫茂形 紫茂形 紫茂形不太好似 那些叫什麼 說話是陰陽怪氣 有什麼也不直接說 所以他也會有陽奉陰衛 陰陽怪氣 不過他那個 惡起上來 真是會動手打人的 冬天出生的套 跟他吵起上來 真是遇到跟他開片 至於夏天的 都是跟他講講兩句 你當他唱歌吧 整體上 熟套的人生產就是這樣 至於 今天暫時到這裡 都差不多了 暫時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